台铁局在113年1月1号正式挂牌成为了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而东区的营运处1号下午3点钟也正式接牌了 由陈仲俊担任东区的处长 将专责宜兰花莲台东地区的铁路运输业务 台铁局在113年1月1号正式挂牌成为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东区营运处1号下午3点钟也正式接牌 由陈仲俊担任东区处长 将专责宜兰花莲台东地区的铁路运输业务 公司化以后就是特别成立在北中南东成立的四个营运处 那就是要缩短整个指挥链 那有效的整合协调地区的运工机电各单位 做好分工合作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整个东区的涵盖范围是包括宜兰县花莲县跟台东三个县 那最北就是在那个宜兰县头城镇的一个实乘车站 那最南在台东县大五香的一个古装车站 那总共长度是356公里 那包含了62个车站 这都是我们的服务范围 因为指挥链缩短 那以后的工作就由各区来负责 那可以协调整合的工作会变得比较快速 反而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说以前过去都中央局前市的管理 所有的事情都要到中央 大部分都如果能地区处理 就加入地区这边处理 1月1号接牌典礼包括了立委傅昆琪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郭英毅 华联市长魏佳燕 华联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还有台铁工会退休人员等都热烈出席 各界期许在改制之后的台铁 能够更有效率更加安全满足旅客的需求 这里会换市报道